哈喽这里是变美日记 最近只是又撑了一个上算下跳的茶 安德拉贝比可能退出跑男的传言 差点筋的 我瓜都掉了 不过大家吃到这个瓜的时候 好像更热衷于对比贝比和新人的颜值 当了这么多年的亚洲精灵整容模板 贝比的眼还是非常能打的 早期的贝比有多让人惊艳 近年来就有多让人惋惜 他的颜值下滑 这期我们就来盘一盘 藏着的混血神炎贝比到今天 经历了哪些变化吧 其实啊贝比最早14岁出道的时候 给人感觉还是个没长开的小姑娘 可以看出他的眉眼长得不错 笑容也很甜 但那时候脸上的咽儿肥还比较重 脸部骨骼感弱 并且他下半张脸凸嘴严重 牙齿不齐 嘴唇略微外翻 给他带来了浓浓的苦气感 所以之后他做出颜值改变的第一步 就是整牙 普通正肌主要针对青少年 而到了成年人时期 生肇发育已经基本完成 颌骨畸形部严重者还可以正肌 但颌骨严重畸形的常人 应该采用症核手术 或是症基加症核联合治疗 那对比最后是怎么选择的呢 据我推测 应该是症核加症基 这样他的牙齿整齐了 下半张脸的硬伤已明显改善 有同样困扰 想要改变的姐妹 还是记得要到大医院 找专业医生咨询 再做决定哦 之后VB就进入了令人惊艳的 混血嫩膜时期 虽然他确实是混血 但其实长相上的混血特征并不明显 可以对比昆灵和卢靖山 特征明显的混血美女 终点体现在上半张脸上 主要是眉眼深邃 体效为眉宫较高 眼光较深 鼻梁也会比较高 也有混血美女的味道 VB为了放大自己的混血特征 第一步就把原生的开扇刷眼皮 变为欧式平行刷眼皮 其实虽然VB本身山根不低 鼻子眼不差 但混血感需要鼻子和眉眼落差明显 为了制造落差感 他应该还对鼻根进行了填充 另外大家也都知道 VB有瞪眼的习惯 但早期是不太明显的 这还得感谢当时流行的全包眼线 下一线对VB有弥补作用 能够收敛部分养白 减少他的瞪眼感 加上浅色头发和浅色美瞳 饱满流畅的脸型 小头小脸的优越硬性 简直就是个野性又甜美的洋娃娃 不少人回头考古这时期 都会被他填到 不得不说 VB的混血风格走的还是很成功的 后期就是大家熟知他的时期了 不仅混血感消失 还被大家诟病越整越奇怪 这是为什么呢 起初为了进军内地 VB放弃了混血风格 转化为更加东方化的优雅唐树风 他的浅发色和浅红色 转变为黑发黑桶红唇 妆容风格也更含蓄 抛弃了烟生妆和下眼线 原本他的眼形是微微上扬的 后来眼睛下肢的程度却越来越强 脸眶变大 眼白露出更多 加上眼妆偏爱拉长眼头眼尾和放射妆睫毛 导致瞪眼感愈发强烈 随着年龄增长 他流伤胶原蛋白流失 脸颊也消瘦不少 纠显的五官与脸型比例失调 本来的三屏五眼 到后面甚至变成了三屏四眼 甚至三屏三眼 他的表情管理也有变化 比起前期娇憨少女奶男明眼露齿笑 现在更多的是为了无死角美貌的瞪眼 弯唇笑 现在呆板和模式化 正趋失掉了演戏最重要的灵动神态 所以回看之前的影视作品 很多人还会惊讶 早期的baby居然也能这么有灵气 对于追求第一眼经验 无死角美貌反而优失了协调的比例 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爱美之心没有错 但调整要失足 自然和谐才应该是最终目标 为什么有些人改变过后 反而痕迹明显状态不佳 主要是没有对自身基础形成清新认知 选对适合自己的调整方向 所以找到一个好医生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脸还有疑惑 欢迎随时私信支持哦 投了告诉你 以及三连可以变美哦